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仲哥 今天是10月28号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解盘 一开始还想麻烦大家 帮我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还有麻烦大家拿起你的手机 帮我把这两个群组通通都加起来 Lite是小小鼠BBA582年许 Telegram是FINE17168 请大家两个群组都加起来 就可以收到我最完整的资讯 也可以收到我的免费研究报告 那这个礼拜仲哥有在Lite首页 更新这个产业报告 请大家一定要加入首页 帮我按赞 按赞数破百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下一篇的产业文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仲哥这一点点小忙 就是跟仲哥来个互动 回馈仲哥就是最好方生是帮我按一颗爱心 那说到爱心也要请大家加入我的YT个人频道 也请大家在影片下方 帮仲哥刷一整排爱心 把我用心换你的一颗爱心 那我们来看到你来问哥来回答这一趴 大部分人都是聊到的就是加码美债加码鸿海 对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趋势 但是投票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买美债出发点是短线的话 那你一定不能拆头也不能摸底 你一定要散事的停损 因为你只是想赚短线价差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想赚这种波段的倍数获利 你一定要找机会去打这个加码单 所以跟这些好朋友做分享 那我刚刚聊到这个美债呢 其实我刚刚聊到是群主 我有更新一篇产业报告 这篇报告就是要跟大家聊这个美债 那事实上美债呢 我在9月26号的时候有提醒大家 这边呢会修正呢 过于乐观的降息预期 好朋友 联主会降息两码的时候 其实利率区间呢 大概是4.75到5% 但是你知道那时候10年前国债已经来到多少吗 10年前的殖利率呢 来到我记得没错 3.6多 那20年前呢 大概4%左右 其实呢 这边已经呢 是有点太过乐观过头了 乐观过头 所以这边开始修正过于乐观降息预期 还有呢 反应呢 通膨可能在一起 因为中国就是 但是我们这边跟大家聊到的是呢 我认为呢 这三点原因呢 这个原因是最大 修正过于乐观降息预期 因为我们从目前数据来看的话 中国就是 到底能不能救了起来 我认为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去做观察 因为财富效应 大概呢 股市要维持在高涨震荡 大概呢 大概三到六个月 但是这边呢 其实呢 反应的是降息预期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GDP 或是呢 非农就位报告 其实呢 都好得不得了 所以经济呢 看起来没有要软着陆 甚至呢 也不着陆 所以经济呢 是非常强势的 所以使得呢 大家对于联主会降息预期 跟着去做改变 虽然这边开始去做一个网上 但是我们跟大家讲 这边我们其实我们在前几天也有跟大家提到 美国总统大选 而且我认为有很多数据呢 会创世的 因为呢 美国数据呢 是可以后面呢 再去修改前面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很多数据 比如说非农 修正上个月的数据 甚至什么 连半年前都要给你做修正 所以我认为选后的数据呢 会开始比较明朗 那大家去关心一下选后的数据 同时呢 也请大家去留意原物料走势 我认为目前原物料呢 就只是反弹 还不到回升 虽然到底呢 这边殖利呢 这边呢 美债 应该如果去做打单 请大家就是呢 加入我的lighter 看这篇报告 那你按战数破百的话 我会跟你分享下一篇的产业文 就是老八卖股 为什么老八要卖股 老八是谁 就是呢 巴菲特 那我相信大家如果在做功课的话 应该会发现 老八把苹果又卖飞了 卖在相对低点 那为什么老八要卖股 为什么老八这边只买国库券 为什么他只买债券 到底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我相信全市场 应该都没有人跟你分享这个看法 我呢 那这边来跟大家做分享 只要按战数破百 你可以看到 大跌的时候 很多人都帮你把老八搬出来 说什么恐慌的时候 我们要贪婪 所以去买股票 但是为什么现在老八看起来 是有点在恐慌了 那却是 目前上上的投资票 去做一个贪婪呢 这边大家去留意一下 老八为什么在卖股票 那只要按战数破百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老八卖股背后的原因 甚至是整个统计之要 事实上这不是老八 就是第一次现金水位这么高 所以跟大家做个分享 想知道的一定要帮我按个赞 那这份呢是我的产业周报 那我的产业周报呢 会放在Light首页跟YT的个人频道 也请大家帮中哥按赞 这是我们养成一个良好习惯 我热情的分享 也请大家热情的给我一个回馈 那这边呢 这礼拜呢 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我认为是非农就业报告 那为什么呢 其实先前有跟大家聊到 年组会转为降息巡软 这降息预期已经开始实现了 接下来就业数据呢 会比通膨呢还要重要 另外呢 科技巨头呢 这边呢 未来展望的是 资本支出呢 有没有增加 如果增加 对台股卖产值 相对是比较有利的 最重要的是获利呢 什么时候会开始反映在这财报上面 再来就是呢 NAAIM的今年持仓指数 这上周五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跟大家聊到 目前的机构呢 是保守看待这选举的 那目前来看的话 选前呢 最后倒数 我认为呢 波动呢 可能会放大 那波动放大 不是说就会开始往下崩 不是这么回事 而是呢 上下 洗刷幅度 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边要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不追价节奏 其实不追价 找拐点 我们已经跟大家聊了应该有一两个月了 所以这边要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那这是刚刚聊到NAAIM技能持仓指数 这点是呈现一个滑落的 虽然机构没有追价 他认为呢 选前这边呢 他稍微提高这现金水位 我认为其实这样也合理 如果说你这边没有现金水位 那如果说假设说 这川普或是贺锦丽 目前来看的话 两个民调是非常接近的 那民调非常接近 会不会像台湾那时候 好像什么319是不是 不认账 那这个行情可能就开始做了波动 那目前来看的话 虽然说贺锦丽民调是领先的 但市场上普遍是压爆川普当选 那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老美 老美目前这个整个国内 还没有还没办法做好 这个接受这个 就是非白人 又是女性当选这个总统 他们还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大部分都去预期 川普会当选 那到底谁当选呢 我们下个礼拜就知道 所以大家也不用拆 把自己的部位控管做好 那我相信不管大涨还是大碟 你手中都会有个弹性 那事实上在上 应该说上周一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聊到 会开始面临到选前不确定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行情是在这边 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 那我认为呢 横向整理 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 不确定之下 如果可以维持着横向整理 或是小跌 我觉得是最好的 这样是有助于选后开启这个年底作战行情 如果说这边大涨 其实我们也有跟大家聊到 大涨 我会选择在这个选前呢 先做一趟获利调解 因为呢 我怕这个会开始利多实现 所以这边其实你让自己保持个弹性呢 我觉得是最好的 那两万三呢 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点位 那这个点位呢 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聊非常多次 两万三是这七月的起涨点 七月这波行情的起涨点 所以两万三这边站上反压去之后 已经呢 形成支撑了 那目前呢 也已经多日呢 没有跌破 那我希望呢 它最好是不要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呢 跌破的话 其实这种歌也会蛮开心的 因为呢 这种歌在台电法说前后 有事实去做一趟调节 现在呢 如果有一个跌破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讲呢 先前我跟大家聊到 目前上上估计呢 台电 这个明年呢 大概可以赚60块 60块 这边本一笔 本一笔我们给它抓20倍好了 其实呢 这边20倍 大概可以抓1200 其实目前看的话 估值呢 没有很高 甚至是鸿海 鸿海明年上估计说 可以赚16块 以目前来看的话 估值呢 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这边呢 台电法说这边 稍微做个 获利减码 那这边如果有个回撤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买点 那如果没有回撤 选后开始一路涨 那我觉得也很好 因为呢 站上7月18的一个关键压力 其实我们就跟大家聊到 仲哥在这个点位呢 应该会来打这个加码单 所以现在就看看啊 这个区间呢 会怎么去发展 那我希望大家就是 呃 在选前呢 可以稍微给自己一个弹性 选后呢 可以跟上众哥 来好好打单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呢 鸿海伺服器爆单 好不好 这个新闻 你不会觉得太慢了吗 你看到这个新闻 今天才会追 我觉得通常都 讨不了太大便宜 你可以看到 找盘才去追的 尾盘呢 就掉下来 其实这中间呢 一来一往价差 大概就是六块了 所以六块 同样 这边六块 一张六千 十张就六万 六万块 你把它拿来花 其实是很好用的 所以这边其实 你看到新闻 再去追 我觉得就没有这么好了 那这边仲哥 想跟大家验证的是 其实这些 我在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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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童话故事那首歌怎么唱 导播 好久 好久以前 对 在那时候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了 就是呢 鸿海 GB200 在三月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鸿海GB200 大概可以拿到八成订单 剩下就是呢 广达 伟创 技嘉 去做分子 这些我不是乱讲 因为呢 我们背后团队 都有去拜访 那当时 刚刚跟大家讲 就是GB200 占了这个八成 所以股价从120 一路来到230 那再来 再来是什么时候 再来是鸿海科技日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这个GB200 总算是 它的这炉山真面目 总算是见光 但是我们在九月的时候 就跟大家聊到 九月跟大家聊到 微软的三万贵 NBL72 加上INVIDIA 这边呢 全部呢 INVIDIA公版呢 全部交由 鸿海 独家供应 好朋友 我们在鸿海科技日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聊到 目前来看的话 GB200最大客户就是微软 那一次需求 就是三万贵 三万贵 通通都交给鸿海 那这边我们看到 脸书 Google 或是其他亚马逊 他们大部分呢 以这NBL36 这为主 那这NBL 跟这 36跟72 其实呢 价差 大概差六十几% 所以通常 你不要看六十几% 没有很多 那但是 这六十几% 如果是几百万美金 你觉得会不会有差呢 所以这边呢 亚马逊 脸书 只是几千贵而已 相较于这三万贵 想当于 ODM族群 就是首选 红海 那事实上的这些 我们都跟大家聊到 非常多次 很久之前 从三月 就一度跟大家追踪 一度跟大家分享 红海是B系列 ODM族群的最大赢家 因为呢 它是独拿微软的 三万贵 独家供应商 而且呢 在科技日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跟大家聊到 这机会亮相之后 红海呢 会先力求 整个机会 可以顺利出货 最后呢 会回过头来发展 自制零主舰 那不知道大家 还有没有印象 虽然我们从这三月 三月的隐形王者 一百二开始 一路的跟大家做分享 中间遇到法说利空 我们还是跟大家提到 不用怕 Shop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呢 你要看的是未来 未来就是GP200 所以我们这边是 一路的往上去做加码 那这边呢 除息之前呢 我们有先做获利解码 贴息那天呢 我们有再买回 然后呢 7月11号 我们这边呢 是做个获利解码 就是把加码单 把大家给close掉 那留下基本单 留下基本单呢 我们就是要拼大的 那这边呢 其实呢 在这个区间呢 我们也有跟大家聊到 这个区间呢 我会来回做 站上级线 打这个加码单 其实我们很多都是 先讲在前面的 你可以看到 9月3号 9月19 即便呢 你不是我的家族成员 你这个明后天 都还有机会 那接下来就很关键了 我刚才提到 站上这7月18日是关键点位 打加码单吗 或是他如果有因为选前不确定性而回档 我也要把它给买回来 所以什么时候要买 请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 02-2321-9933跟上我们加入参与脚步 那回过头我想再跟大家验证一件事情 在这里呢 其实我在10月16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去聊到 就是红海的这个GP200的这个整机柜 自制率大概高达八成 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除了Emedia的GPU 还有2XXX的零件 其他的都能取代 除了这双红啊 齐红这些 除非他出现重挫 不然重割是不考虑的 因为我认为最美好的那一段呢 已经过了 那我也很庆幸呢 我曾经呢 参与过美好的那一段 美好的那一段呢 就是呢 这一段 就是呢 从100块 然后这样一路一路 来到800、900 后面我觉得这个真是 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重割已经没兴趣了 结果呢 股价今天就下跌3% 很多人为这里沾沾自己 就是呢 嗯 打出底部了 然后呢 这边结果 棒棒 直接回到这个季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 3117的旗红 相信一切其中呢 回档幅度呢 就稍微比较 没有那么大 但是整个来看的话 这个呢 也不在我的首选名单 所以 除非 这些突然中错了 不然 中哥是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 那现在重点就来了 红海的自治领主件 大家认为谁会受惠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 帮中哥留言 好吗 跟中哥互动 让中哥知道你的看法 你可以留言 红家军 我最看好谁 那这边呢 就是我中哥也会上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或者是你可以来猜猜 2XXX 到底是谁 猜对 中哥会给大家一个暗示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呢 既然没有人想知道 Imedia GPU跟这个2XX零件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还是大家都认为 这个2XXX 是233年的台电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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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电是做机缘代工 它比较偏向这一块 就是帮这个Imedia GPU 所以2XX零件 到底是谁 难道都没有人想知道吗 好 如果大家不想知道 也没关系 等哪天他中错的时候 我们进场去做布局 就会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想知道 你可以留言 好吗 就是我认为 红家军最受惠的是这一档 或是你可以留言 2XXX 到底是谁 好不好 今天就两个 两个 两个这个关键互动 希望大家都可以 在影片下方留言 让中哥知道 我一个人并不是太寂寞 每次这讲解 这解盘 因为现在也没有主持人了 我也不知道大家 反应是怎么样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跟中哥来一个 良性的互动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这个台电 台电就是这天 利空 利空蛮多 但是股价确实有点 有点利空 利空不跌 那大概率就是 维持在这个区间 那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就是这个缺口 封闭了 太快封闭了 所以大概会走一个横向 那我们在法说前后 前后呢 这边有做一个获利解码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跟鸿海策略 或是大盘策略 会是一样的 那这种点来的 我想最后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聊到就是 艾斯摩尔 那其实呢 我们在10月17号的时候 艾斯摩尔的财报公布之后 我就跟大家讲 金元设备呢 是半导体产业的领先指标 半导体设备呢 或许会是 未来风险最大的产业 那这边呢 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即便呢 这个执行长出来灭火 但是投票有时候新闻呢 你要去反向去做解读 就像我们刚刚跟你聊到 红海伺服器爆单 你要这时候才去追吗 当然不是嘛 就像在艾斯摩尔 你要去想的是 为什么执行长 他要出来灭火 那我的解读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解读是什么 但是我的解读是 这把火 可能真的很大 所以执行长 才要出来灭火 所以这边我们跟大家讲 半导体设备 如果你手中还有部位的 一定要记得趁着反弹 去做解码 那反弹解码 我认为其实这个形态 还没有死掉 应该还有反弹机会 但是反弹再破低 那个就拜拜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红硕 今天呢下跌6% 那今天均滑 也大概下跌5% 其实很多设备类股 都已经开始弯下来了 所以你手中如果还有设备股 请你记得一定要先避开 那如果这边你有听众哥话 有先避开的 你一定要给众哥一个掌声好吗 因为我们是在还没有跌的时候 还没有跌的时候 就提醒大家 半导体设备 你要非常小心了 所以这边呢 其实我们的温馨提醒 都非常到位 所以现在重点来了 半导体设备避开中 你要往哪边去做布局 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台电大柠檬 其实除了COAS 除了矽光 它还有很多先进制程的技术 在往前推进 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聊到 它刻意扶持了28号一拳 为菌热片的第二供应链 像这种从没有到有的 会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到底还有谁可以去做布局 半导体设备收回资金之后 或是台电 鸿海 应该怎么去把它买回来 甚至应该怎么去打加码单 就请你来拨打 0223219933 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利用这台股万圣节的优惠 跟着我们一起来迎接Q4的年底作战行情 那我们明天见咯 谢谢 拜拜 不愿意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付投资风情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好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